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用了很多现代的科技产品 这些科技产品里边都用到了半导体 可是半导体是什么呢? 许多人都不了解 我们在这里做最简单的一个介绍 同时我们打算在我们下列的这些目录里边 一项一项的向大家说明 也用动画 也用最简单的实验方法 让我们来认识生活中的科技产品 我们都知道能够导电的 像铜、铝 这些金属呢 它们导电性很好 我们都叫它做导体 那么像石蜡、玻璃这些导电性就很差 我们称它为绝缘体 那么导电性基于这两者之间的 我们称为半导体 半导体 和导体、绝缘体 它们之间导电性为什么会有差异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原子构造 这个原子的构造呢 最外圈层的架电子 是不是能够活泼地运动 那么就决定了它的导电性 是强或者是弱了 这个半导体的特性呢 当温度升高 或者你电场的强度增加的时候 半导体的导电性 就会导电能力增强 那么半导体这种的原子 它的晶体、结晶体 如果掺杂了一些微量的 其他的原子 那么这种技术呢 可以大幅地提升 半导体的导电能力 这都是半导体 在我们现代科技产品里面 能够工作的 很主要的原因 在元素周期表里面 这些各种的原子非常的多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地方排出来粉红色的 这几种元素 是我们在做半导体材料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元素 它都是属于类金属 这些类金属呢 我们在这里 把它的资料 再放大一点 给大家来看 我们现在就以细晶为例 说明半导体的特性 它是一种晶体的结构 因为它的原子 排列有非常的规则 因为每一个锡原子 它的最外圈层呢 有四个价电子 四个价电子在最外圈层 可是最外圈层的电子数 以八个为最安定 现在我们看见 每一个锡原子的四周 画出来的电子 现在就是八个 它用它自己的四个价电子 在跟左右邻居的锡原子的电子 来做共用 于是 每一个锡原子 它的最外圈层 就有了八个电子了 这样的连接方式 非常的让它能够稳定 这种我们叫做 共架键的一个结合 可是如果 这种共架键结合的这些原子呢 有一些热运动的时候 很可能其中的这个电子呢 就会变成自由电子 当有自由电子的时候 这个自由电子是哪里来的呢 它就从原来的位置上跑出来的 那它一跑开的时候 这里就出现一个空洞 它原来的位置 我们叫做电洞 我们在 纯的 锡的晶体里面呢 如果加入第五族的元素 我们加进去呢 它取代了原来的锡原子的位置 这一来就会起一些变化 因为第五族的架电子呢 它最外圈层有五个架电子 这五个架电子 去放在 我们原来的 纯锡的晶体里面的时候呢 它就会跟 里面起一些特别的情况 我们用这个图 来做一个 理论模型的描述 五架的 这个元素 取代了原来的 四架的 锡原子的话 那么它的最外圈层 跟人家共用以后 它会多出来一个 这个多出来的一个自由电子呢 就会在这些原子之间 自由的运动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图 转移到右边 这个右边呢 每一个橘色的部分 就代表这个掺杂进来的 而架电子会多一个 而跑掉的一个架电子 那这个原子 因为跑掉一个架电子的关系 它本身就带正电 那这许多跑出来的 这些自由电子呢 就会在这些空间来做活动 自由电子越多 导电性就越强 那么这个黄色的部分 就是代表这些地方的 原来的锡原子 这样做成的东西 我们说是N型的半导体 因为它带了负电荷 带的比较多 有很多的自由电子 那么如果在纯的锡的晶体里面 我们掺杂的是第三组的元素 这样加进来的话呢 它的架电子数只有三个 那么要跟临近的锡原子 形成稳定的供价键的时候 它会少一个电子 这个少一个电子呢 在供价键上呢 就形成了一个电动 那么它有了电动 那么所以旁边的 供价键上的电子 就很容易跑过来填这个电动 所以这样电动的转移呢 也会造成这里边的 电的情况不一样 那么因为它跑掉了一个 它的有一个电动的关系 所以它自己要有别的电子 补进来 来补它的电动 那么我们形成了 做成了这个P型的半导体 这个P字是这个positive type的意思 我们用这个理论模型的图 来再次的说明 这个三架的元素 掺杂进来之后 这个元素因为它的最外圈层 少一个电子 所以这里出现电动 它的电动一出现的时候 附近的架电子会跑过来补 那这一跑过来补 这里不是又出现了一个电动吗 因此这里边就一直在这个 均匀的散步的情形呢 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多一个人家过来的电子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带负电的一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粉红色的 移到这边来看 它本身就带负电 那么现在这个负电呢 它因为它是接受了别人 给它的一个电子 这些带正电的电动呢 在这些负离子的周围 就有很多的这些电动 那么它们的运动情形呢 这些电动是带正电的 那么它们的运动情形在这里边 一直转移这些自由电子 电动促成自由电子的转动 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电动 都是带有正电的 那么它们在这里头运动 于是整块的 我们的这个半导体 就叫做这个P型的半导体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